地球是宇宙中唯一存在生命的行星吗? 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两种可能,是或不是 但这两个答案同样可怕 科学家曾经做过统计 仅在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中就有大约500亿个泪地行星 而在整个宇宙中,潜在的宜居行星达到惊人的10的26次方个 从这些数据去分析 宇宙中存在地外生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从另一方面思考 如果事实是地球是唯一存在生命的行星 那么这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事实上,构成生命的成分非常简单 能量、有机分子和水 有人甚至测算,构成人体的化学元素如果全部分离出来 市场价不足百元 生命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的配方 虽然这个配方至今仍然是个谜 但可以肯定的是,水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生命体内的一切化学反应都是在水中进行的 也正因此,水是生命机体的主要组成成分 据计算,一个成年人体内水分的比例高达70% 在过去人们曾认为每天只要摄入足够的纯净水即可满足人体机能的需求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流失的不单单是水 而是包含钠、钾等电解质的体液 电解质会因为运动出汗、沐浴、饮酒等情况 伴随着体液大量流失 从而导致电解质失衡 电解质失衡会造成身体不适 但是大量纯粹补充水分会更加稀释电解质 从而加重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补充电解质 使细胞快速吸收水分 减缓水分蒸发,更能锁住水分 外星人电解质水科学配方 成分相对接近身体体液 富含钾、钾、钾等身体所需的有益元素 能够及时补充因大量出汗而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 使体液达到平衡状态 补水同时更锁水 同时产品零扛零卡 在补水的同时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因此运动健身人士同样适合 每个人一定都做过这样一件事 顺着吸管将空气吹入水杯 产生的气泡会从水底升起 不知你是否想过 这看上去简单的物理现象 其实蕴含着极大的破坏力 如果操作得当 一个水下气泡甚至可以摧毁一艘战舰 早在1999年 澳大利亚海军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实验 他们发射了一枚鱼雷 击沉了驱逐舰Taurus 在实验中 鱼雷并未直接击中箭身 而是在舰艇下方爆炸 爆炸产生了大量的高温高压气体 在水下形成一个高压气泡 气泡迅速膨胀 将驱逐舰从中间顶起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周围水压的作用 将气泡压缩到极小 造成海水下陷 驱逐舰中间下沉 从而使舰艇被撕裂 第三阶段 由于气泡密度低 所以它会以极高的速度浮向海面 在海面形成大喷发 如同炮弹一样折断了驱逐舰 事实上就连死亡航线 白目大三角的秘密 或许也和水下气泡有关 海底喷发出的大量气体 会造成海面如同沸腾一般 这景象被称为气泡汤 由于气泡汤的密度 远低于水的密度 经过的船只像铁一样 即刻沉入海中 水中气泡的威力如此巨大 那它能否造福我们的生活呢 答案是肯定的 最近我们尝试了方泰最新推出的 15套嵌入式洗碗机 他们针对中国家庭的重油烹饪习惯 采用了高能气泡洗技术 利用水中的空化原理 在洗碗机的水柱中注入千亿个气泡 气泡爆破后能够强劲去除污渍 即洗、消、烘、存储 五大功能于一体 配有四个喷林壁、四层喷射 实现三维立体全覆盖 亡者机清洁力 还有智能分枪洗模式 可根据碗碟数量选择清洗模式 省时、省水、省电 最惊喜的是除渣技术 不用清理洗碗机 保证箱体无异味 将人从洗碗中彻底解放出来 让科技改善我们的生活 这才是科技的意义 1914年 英国物理学家查维克 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发现β衰变过程中会有一部分能量莫名其妙的消失 这点能量本身为不足道 但他触动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规律 能量守恒定律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物理学家 波尔甚至认为能量守恒定律是不正确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中子假说 他认为β衰变产生电子的同时 也会产生中子 而丢掉的那部分能量就是被中子带走的 1932年 真正的中子被人们发现 于是费米将泡利的中子命名为中微子 根据泡利的理论 由于中微子不带电且质量极小 很难与其他物质发生作用 这种性质决定了验证中微子 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中微子也被称为幽灵粒子 但是多大的障碍也阻挡不了天才的脚步 泡利提出了一个能够检验中微子的方法 那就是从原子核里辐射出的β粒子 和中微子的能量总和 应该有一个明晰的上限 同年在德国留学的中国物理学家王干昌 用自制的技术器精确地测定了 雷辐射的β能谱 证实了泡利预言的那个明晰的上限 从而间接地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 1956年 美国物理学家莱因斯和科万 在核反应堆中直接观测到了中微子 莱因斯因此荣获1995年诺贝尔奖 事实上地球上最大的中微子来源 并非人造核反应堆 而是太阳 据计算 在地球一平方厘米的表面上 每秒就会落下约600亿个来自太阳的中微子 但它几乎不会跟任何物质发生作用 实验证明一个中微子要穿过约1000亿个地球 才可能与其中的一个原子核发生碰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